到這裏是一小端 佛這個字是佛陀爺的經義 那中國人喜歡簡單和喜歡說 把後面的尾音都很略掉 只稱是佛子 那這個佛子是屬於真正的方 實在說在中國詞彙裡面 找不到一個適當的詞 中國詞彙裡面 智慧的字與意識接近 覺悟的覺也與意識接近 所以在講解的時候 都是用字或是覺來形式 通常講覺有三種含意 第一個是自覺 這是相對我們六道凡夫來說的 因為我們六道凡夫都是離而不決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覺悟 可能要提到很多鐵板才會覺悟 不是覺而不明 所以佛與白書不同 第二覺他 這是對小正人來說的 小正人雖然是自覺 但是他不會主動幫助別人 這個是跟菩薩做的比較 阿羅漫避之婆別人去求他 他看著順眼就幫助我 他要是看你不順眼就不幫助我 這就是我們常講的有緣無緣 你跟他有緣 他就樂意幫助你 沒有緣 他連漸漸都不願意 這叫小正人不同於菩薩 菩薩是主動的幫助別人 你不來找他 他到你家去找你 所以菩薩有不悲心 惡症人不悲心少 這是覺他 第三個覺醒圓滿 這個是被菩薩說到的 菩薩自覺之後 要幫助眾生覺悟 當時覺悟他都圓滿 這叫神佛 由此而知啊 菩薩教化眾生 就是為了成就自己圓滿的大覺 如果不可能教化眾生 如果不可能教化眾生 這個覺是有 但是不圓滿 你要成就圓滿的大覺 什麼樣的境界都要經濟 就像善采同格 他為了要五十三餐 就是要求覺醒圓滿 五十三餐裡面 那些菩薩們所視線的境界 有順境 有密境 有佛道 有外道 有你喜歡的境界 有你嚴格的境界 通通都要經濟 心還能保持清靜 那叫真清靜 心還能保持平整 那叫真平整 還是沒有經濟 這些境界的考試 你的心清靜 不能叫真清靜 也不能叫真平整 所以要在境界上去鑽絕 去磨面 才能夠成就圓滿的大覺 成活之後 教化附身 才能夠成人生大師 這樣就了解嗎 了解就好 向下我們再請看 三十一月 第三行 社會此雲魂魂魂 終應付大火之明 波斯密網 祕密網太子 您祈陀 此雲戰勝 祕密網大臣 您虛達過 此雲吉祖祖 吉祖長者父親 乃太子人 眾所集中 吉祖感慨 師於為父掃地 呼籲 呼籲 您祈陀 及呼籲 願 發問師 一道 發問師 詞